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蜜豆子常年套着竹筒下巴会累吗 会累 也不会累 因为蜜豆子拥有鬼的超强再生能力 就算下巴产生了疲劳感 也会在产生的瞬间恢复正常 所以蜜豆子本人并没有太大的感觉 还有小伙伴问 炭治郎经常陷入激烈的战斗 待在箱子里的蜜豆子会被撞得鼻青脸肿吗 答案是不会 依然是鬼的超强再生能力在起作用 在撞起包的瞬间便恢复如初 所以鬼的强大 无庸置疑 与这样的对手作战 人类真的处于下风中的下风 鬼纱对视每月的薪水是多少 鬼级对视的月薪换算成现在的日币 大约有20万左右 再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也有一万出头的样子 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 以那个时代为基准 必说是高薪职业了 那久住级别的对视 又可以拿多少呢 答案是拿多少都没问题 只要他们想花 就有云云不断的票子可以支配 再加上产物夫家底雄厚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蜜蜜那么能吃 却还没有破产的根本原因 最近花的太多 都不好意思去要了 各位能给投个币吗 我还想再买几块鹰饼吃呢 我还想再买了几块饼 编号